感謝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政府官員,各位媒體朋友,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請部長一下 部長有請 江偉你好 部長,辛苦啦齁 行政院長說要叫你和學生去做辯論 沒有什麼啦,學生他辯也辯不出來 我們會去,我們會跟學生做辯論 不要說什麼都不理 這個地方,我們南部,我上次參加國際商會的他們的 青年商會的他們的聚會 很多人講說,我們現在在講這個很多的政策 像我們現在目前這個ADFA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好像去解釋的這種長次非常少 他們認為說,在以前阿伯的那個時代 還有很多去做這個解釋 有關於這個政策上的 那我請問說,那個部長你現在 有關於這種這個ADFA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項目 你有沒有到南部去跟很多的人去做一種安排一下 跟他們做一種交換意見,有沒有 啊,的確是有了 跟委員報告,我們事實上 EGFA的這種各種各樣的說明會 大概目前為止,包括經濟務 包括勞務會,包括論務會 辦了大概已經超過上千場次 那麼只要一個場次 五十個人的話,那麼大概也有好幾萬人 不過比例並不高啦 所以南部我們會繼續辦 對,我那個是一個要常的這個董事長 他說都沒有通知我去參加這個 啊,收明會啊 他說很希望去參加收明會 說要我到這種這個見到部長的時候 當然不是只有這種這個經濟部長啦 包括勞委會啦等等 他都希望說啊,能夠去多 跟他們去協議啦 不要跟他們講說喔 國民黨執政好像都看不到關聯 其實也不是這樣,可能他沒有看到 但是我們就希望多面化的 多面化的然後 能夠在很多地方去把他公告出來 說我們現在在哪裡辦這個 他們都曉得嘛 看了他就不會講說 我都沒有看到說在這個說明會嘛 好不好這個部長 好,了解,一定 那這個EGFA當然大家都非常了解 從MOU到現在目前的情形 一頭霧水啦 就是我剛才講的很多人也不曉得 其實你現在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我們EGFA也是講的講一個綱目而已嘛 他到底裡面的這個細目他也沒有在講嘛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 寫這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先把它寫出來我們要同 談什麼這個項目嘛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沒有很大的這種這個說 我在這個這一次的這種江城會談裡面 要把全部把它談出來 不是這樣嘛對不對 這次江城會不會談EGFA不會 對啊就是這樣啊 但是現在大家都講說在談啊 所以這次就有落差啦 很落差 不然講什麼齁我都不曉得 他就是說以偶傳羅嘛 就會被人家利用嘛 所以我想這種情形齁 就是說我們在很多的場合之下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執政黨 要給大小的說 欸現在江城會在談什麼 對不對 你看這 發動十萬人去啊 我在這個國際平台 我想說我們在這個 這個所謂這種這個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我們台灣是一個法制的民主的國家 但是啊我們必須要所謂這種這個 在某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用這種這個 我們的法律的規範之下 去做一種這個 這種執行我們的這種這個政策嘛 但是 一些人也不能說 我要什麼 活桌什麼什麼人啊 活桌什麼人啊 這個 都不是我們一個法制國家的一個表率 我想 在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說 兩金在談判 也不可能說去抓這個來死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希望說在這種情形來講 我們希望說 這個 不要記憶 你要講沒有關係 你要講講你做的話 就是有 有這個恐嚇威脆的這種這個情形 那我想這種情形 不管什麼人啊 我們不要講這個 我們希望依照法制 依照我們這個 我們的這個政策去做 但是我們希望給我們人民 曉得我們在做什麼 不管是主政黨或是非主政黨 都給他了解到 我們江城會是要談什麼 這個我想應該是 我們的一個立場 那在這種這個 這裡面 當然現在有一些水族 他是講說 我們其實不要講 EQUA 不要牽這個EQUA 他也可以使我們這種這個 這個以後 這種這個貿易啦 關稅等等 也可以 同樣受到這樣的一種 這個效能的 一種這個適用的這種情形 那當然是一個寫者所講 他認為說 他我們可不可以比照這個 東鐸跟西鐸的這種這個 一個一個 一個屋頂論 那麼把東 西鐸是把這個東鐸 放在這個西鐸裡面 去做一個談判的一種這個 他的一種這個 一個方式嘛 所以西鐸所做的東鐸都可以享受嘛 那我 他是講說 欸我們 我們在台灣跟跟中國啊 假如說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屋頂的情形 但是 這個當然有困難啦 我們這裡面現在目前 就是有困難嘛 那假如說這個情形來講的話 他們說欸 你不要去用講EQUA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中國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啊 中國去簽約 他會把我們台灣帶進去 那個 部長 你認為有可能嗎 我覺得 目前的可能性不大 對他們講說齁 那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 他們是這樣講啦 當然是 不能夠 其實這種這個 肉食啊 我想是應該的啦 這個是大家的談話嘛 他是 以東西奪了一種 一個屋頂理論啊 來這個 發揮了這種這個情況 好 那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除了說 我們這個 這個EQUA 其實來講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 講給大家聽 然後你對這個所謂影響的 我們怎麼給他救濟 這才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 我們要應該做的 不是說只有好吃 我們可以增加 我們的這種這個GTP啊 可以增加這種這個百分之 這個0.1以上 假如沒有的話 就減少百分之0.8 這個 這個這個經濟成長 這種情形 那我們對這些 會受影響 比如說農民他會受影響 我們怎麼樣 這個保障 多講啊這種情形 也就是南部地區啊 我想這個 部長啊應該 當然我看到這個 農委會的這個職位 我也會跟他 提這個這個意見 謝謝 我們希望這個EQUA 能夠明明白白的說清楚 不要今天這樣亂 亂說 亂說 不知道你說什麼 聽都沒有 第二就是說 現在在說這個 有關於這種 這種 這種 節能減碳的問題 當然有人講說 喔 這個影響到我們2300萬的財產生命的問題 因為可能就是 我們這是個海洋國家嗎 可能影響蠻大的 那在重慶來講的話 他們講說 應該是請這個 所謂這種這個 公約 公約的這個國家 應該來邀請我們台灣 去參加才對 當然是沒有錯 以我們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邀請我們去參加 是應該是 是合理的 但是因為有人反對嘛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參加 所以我們國內 我們自己要對我們國內 怎麼樣去對這個 所謂我們的 這種 國本哈根的公約 或者是 進度的這種 這個議定師等等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加進去 但是我們還是 佩服 去做一種這個 節能減碳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的話 齁 剛才講到說這種 這個活能 我上次在這個外交委員 那時候問這個 環保史 他說活能政策 沒有在我們的選項之內 剛才我聽了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機長他說有 我不曉得說 我們在前國內會的結論是 當選項之一 那我在上個禮拜 才跟環保史在跟我搶 他說不是在想像之內的這種情形 所以我想這個 因為是 可能愛統合啦 我是認為說 你現在說 要電動車什麼都要 都要電啦 那你只要說不能夠減碳 這個電很多的話 也不是很好 像這樣 歐陽化碳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這個經濟部 所謂太陽能的這個發展 離岸的風力的這種 這個推展等等 這個都非常好 但是他沒有辦法 對我們整個這個節能減碳 有所很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最起碼要去做 我們推動以後 當然非常好 所以在眾議員來講的話 我想 我們這種這個 有關於我們目前來講的 所謂這個 溫室 溫室氣體的這種這個 減量法啦 能源管理法等等 我們要積極去推動 給這個世界各國認為說 我們台灣確實有這個節能減碳的這個決心 好不好 這樣這個情形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種這個 這個 我常常就是去加油 我去加油 我都到這種這個 這個 某地方去加油 他會獎掉兩塊 所以很遠 我要開搜紙去加油 中油沒有看到說加油 會撿兩塊的 為什麼這個政策有不同的情形 我不曉得大概是怎麼樣看考量 我真的是 插了兩塊錢 一塊半 我都開了很遠去加油 啊 為什麼中油不可以 這部分能不能請那個中油總經理跟你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距 不好意思啊 因為這個時間到了 這個 可能這個 中油自己的 不會減價的啦 那個要減價的都是加門戰 或者是說 我們的競爭對手 對啊對啊 因為他們那個可能跟他們的發油量 跟他們的折扣有關係 不是啊 他這個我們是如果中油的油很好嘛 但是你把它撿一下有什麼關係 就弄一個 弄一個礦泉水 那礦泉水都都要命啊 那礦泉水幹什麼 所以我是認為現在不是一個 我剛才講是說 這個中油都是一個 複數的 現在目前很多多功能的 都繳的經營嘛 對不對 這這邊也沒有什麼這個 來 來鼓勵人家去用中油啦 那做這樣的 薄力多銷啊 賺了很多啊 這個情形啊 不要說哇你們中油都是因為品質炎 啊什麼都不動 這樣不好吧對不對 謝謝委員長 好不好 一分鐘啦 不好意思 那個那個 我講不要先來 我們那個 自來水的這個陳總經理不要講 第一個齁 這個有關於所謂這種這個 這個齁 上次為了是所謂這種這個 我們這個修耕啊 我們自來水公司還要去出錢 這個很 很荒謬的這種情形 現在有沒有我不曉得 第一個齁 第二個 關於這種這個 淡水的這種海淡產 好像都 執行不利啦齁 這個恐怕要檢討 因為我們在這裡面有 有講了很多啦齁 第三個就是說齁 呃 有關於這種這個 這個 這個委員超表現在蠻多的 這個減少很多的這個 這個經費我們都贊成啊 但是這個 裡面常常有錯誤啊 超錯啦 什麼情形 因為他換來換去每人都要外包嘛 要標嘛 所以我想是不是齁 我們這個地方齁 我們自來水公司要請人家去追蹤 他的這種這個管理的效力 好不好齁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主席 謝謝 多了這個幾分鐘啊 非常感謝喔 謝謝 我要歡迎當主席啦